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台灣氣候炎熱 太陽光直射更是不分四季 很多人希望在開車的時候 能夠更加舒適 會為車子貼上隔熱紙 但是你知道嗎 最近有一種最新的技術 除了能夠隔熱講求安全性之外 還能夠跟車子的顏色做搭配 讓車子更亮麗喔 到底是怎麼樣的產品 今天就跟著生活百分百的腳步 一起來看一看吧 台灣日照強烈對於許多開車族來說 加裝汽車隔熱紙已經成為必備的需求 但是許多人可能在貼上隔熱紙 使用之後才發現效果並不如預期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今天就要帶大家去請教達人 來釐清一些觀念 董事長一般我們到店家去選購隔熱紙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儀器的數據讓我們做參考 那請問那樣子的數值它是準確的嗎 一般現在隔熱紙的儀器大概都是這樣子 這個不是測總隔熱的儀器 這個是測紅外線的 那紅外線的部分呢 大概只占熱的人百分之五十三 像這個圖裡頭呢 所謂的紅外線五十三 可見光四十幾 紫外線三 所以說他們紅外線的儀器 只測這百分之五十三的這一塊 並不是測總隔熱 那董事長如果我們在選購的時候 要怎麼看它的總隔熱的那個數值啊 一般來講總隔熱數據會有原廠測試 大的品牌隔熱紙會有幾個標示的地方 一個是它的產地 第二個它有一盤它的寫的總隔熱 這個才是總隔熱力 如果只寫隔紅外線 那並不代表總隔熱 而是隔紅外線 另外大部分車主挑選隔熱紙 常常會有錯誤的印象 認為顏色深淺 關乎了清晰度與影韻性 其實並不然哦 就這兩張隔熱紙 這個比較深 這個比較淺 但是淺的隔熱比它好 為什麼 因為淺的比較亮 那個深的比較不亮 只是越亮的隔熱紙 不是太安全 會有鏡面效果 所以我們要選擇 適當亮度的隔熱紙 會有適當好的隔熱效果 而且會有捐具安全性 那很多人都說隔熱紙的好壞 跟它的清晰度有關係 那我們如果在挑選的時候 要怎麼樣去分辨這個部分呢 是的 隔熱紙好壞 是決定在清晰度 所以一般來講 像這兩張隔熱紙 透光顏色都一樣 但是不同的清晰度 會有不同的結果 只要拿著樣品 對著太陽光照 原則上你可以看到 這一張比較清透 這一張會有白白霧霧的感覺 所以說 右邊的隔熱紙 會比左邊的隔熱紙來得好 所以說 激度好壞 它的價格可以影響好幾倍 這也是隔熱紙最重要的 其實隔熱紙的效果 不在於單音功能判定 應就整體性能衡量 而國內就有一間業者 從事隔熱紙銷售30多年 專門帶領每日品牌的產品 目前擁有三個系列隔熱紙 從第一代的專業級 第二代超級系列 到現在發展出第三代 精英光學級隔熱紙 技術與品質都更加精進 更符合現代市場的使用需求 精英光學級隔熱紙裡頭 它看起來沒有金屬 其實它是氧化金屬 氧化金屬裡頭呢 它最大的差別點就是 它兼具了隱密 隔熱 安全 e-tech 電波透過還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去做個測試 那e-tech透過率有99.58% 是很好的透過率 所以說這是前檔部分 那車身部分呢 一般你看看這東西的不同 車身不管是第一代的 第二代的 它會都帶亮 第一代是兩面亮 第二代是單面亮 這個東西的缺點是說 這兩個東西呢 跟車色搭配都不會那麼漂亮 所以說基本上呢 我們為了增加車的質感 所以我們出了第三代 第三代看起來 所謂的顏色更漂亮 清晰度一樣很好 只是它都不亮了 它不亮不是隔熱不好 它是把亮的夾在中間 所以說這個車子 它貼起來之後呢 跟所有的車子的車身 顏色它非常搭配 亮度也非常一致 新一代光學級隔熱紙 不只讓車身更亮麗 也增加整體的質感 更以超絕的清晰度 大大提升隔熱紙的安全性 同時也通過國內外 許多像是耐久度 附著拉力 SGS等等測驗 品質深獲肯定 基本上我們建議客人 挑選隔熱紙 第一個要清楚的知道說 它的生產國家 產地是哪裡 第二個當然選擇清晰度好的 第三個我們希望說 它知道所有的數據來源 到底它數據來源 是有什麼根據 第四個要有測試報告 還有一個東西 當然他們也要有 全省的服務體系 這樣來講服務會比較保障 當然如果有車公司使用的時候 保固會更有安全性 隔熱紙好壞 不只影響隔熱的效果 更攸關行車安全 因此在選購前 除了先衡量個人的需求之外 更應該選擇性欲良好的品牌 如此不僅較有所保障 也能輕鬆找到適合愛車 與自身需求的隔熱紙